语言的交流与掌握大量的词汇、句型、语法是两回事,就语言本身的知识来说,我们已经过关了,我们缺少的就是在交流中来运用英语,只有在交流中我们才能与对方进行思维密码的相互破译,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言交流环境中所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。 我建议要把我们学习的目标收缩,把追求大而广的英语知识转化为追求一种定量性的技巧,我认为有六种技巧是美国人和美国人之间交流的关键性东西,如果我们能掌握这六种技巧,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美国人的思维,从而学好口语。 第一,如何用英文简单界定一个东西的技巧,美国人和美国人交谈80%是想告诉对方这个事物是食妖,我们的课本尽管词汇难度不断加深,但词维逻辑结构却只停留在一个水平上。 中国人常说Where is the book?这本书在哪儿?很少有人说What is a book?书是食妖,而美国的小学生就开始问What is the book?这种Where is the book?只是思维的描述阶段,但是我想连大学生也很难回答What is a book? 因为中国传统英语教学模式没有教会学生表达思想的技巧。 第二,如果已经学会计定,但理解还有偏差,那就要训练How to explain things in different ways? 用不同的方式解释同一事物,一种表达是对方不懂,美国人会寻找另一种表达是最终让对方明白,因为事物就一个,但表达他的语言符号可能会很多。 这就要多做替换练习,传统的教学方法也做替换练习,但这种替换不是真替换,只是语言层面的替换,而不是思维层面的替换。 比如,I love you,我爱你,按我们教学的替换方法就把 you 换成 her, my mother 等。 这种替换和小学生脸描红没有时要区别,这种替换没有对智力构成挑战,没有启动思维,这种替换句子的基本结构没变。 我听不懂 I love you,肯定也听不懂 I love her,如果替换为 I want to kiss you, I want to hug you, I will show my heart to you,等。 或者给对方讲电影泰坦尼克,告诉对方那就是 I,这样一来对方可能就明白了,这才叫真正的替换,也就是说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一个意思,或者一个表达是对方听不清楚,举一个简单一懂的例子来表达,直到对方明白。 第三,我们必须学会美国人怎样描述东西,从描述上来讲。 由于中美的文化不同会产生很大的差异,我们描述东西无外乎把它放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座标上去描述,美国人对空间的描述总是由内极外,由理极表,而中国人正好相反,从时间上来说,中国人是按自然的时间顺序来描述,我们描述一个东西突然停住时,往往最后说的那个地方是最重要的。 美国人在时间的描述上先把最重要的东西说出来,然后再说陪衬的东西只有发生悲剧性的事件。 美国人才在前面加上铺垫,这就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在时间描述上的巨大差别。 第四,要学会使用重要的美国习语。 不容易学,依照成理解困惑的东西就是习语。 比如,北京人说盖了帽儿了,外国人很难理解,这就是习语。 所以和美国人交流时,能适当地运用美国习语,他马上就会觉得很亲切,也很爱和你交流。 那要识要试习语,就是每个单词你都认识,但把它们组合在一起,你就不知道试识要语识了。 第五,学会两种语言的传译能力。 这是衡量口语水平的一个最重要标准,因为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,我们天生就有自己的母语。 很多人都认为学好外语,必须丢掉自己的母语,这是不对的。 第六,要有猜测能力。 为时邀美国人和美国人、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交流很少产生歧义,就是因为他们之间能猜测。 我们的教学不提,唱猜测。 但我觉得猜测对学好美国口语很重要。 在交流中,有一个词你没有听懂,你不可能马上去查字典。 这时候就需要猜测来架齐做桥梁来弥补这个缺口,否则交流就会中断。 中国人学习口语讲究背诵,背句型,背语调。 结果就是很多人讲口语的时候,讲着讲卓言就开始向上翻。 实际上是在记忆中寻找曾经背过的东西,如果他要是能猜测的话,我想也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。 华言